欢迎两位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 谢谢 谢谢您 第一次站在咱们这个笑里相迎的舞台上 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 激动啊 一上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咱们先认识一下 我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我叫杨明华 这是他的名字 小演员不值一提 您谦虚了 隆重地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干嘛还隆重啊 牛皮选 就说他这个人呢 你还是先说一说我这个病吧 怎么还病了 什么叫牛皮选呢 你的名字呀 刘明远 牛皮选 刘明远 这有差别吗 怎么没 谁说的没有啊那是 有差别有差别 就是有差别 差哪儿了 差病啊 他这么说你没病啊 多新鲜的 多新鲜 我是个健康的患者 还是有病吧 我说什么呢 不是我让您绕糊涂了 健康的相声演员 刘明远 这是我的名字 我们哥俩来自北京嘻哈包袱铺 没错 说实话 这个嘻哈包铺啊 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相声团体 有朝气 全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年轻人居多 您看见我 您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咱小伙子往台上一站 咱这颜值 咱这气质 咱这发型 跟我们村发廊海报一样 不用你夸我吗 我这是夸你呢吗 什么都不懂 年轻的演员要有意识 有什么意识啊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 看脸的时代 看脸 你就得在脸上下功夫 完了 都逃了 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个武器时代 他认为是个看脸时代 完了 这关怒要了 这是到颜控体 对啊 这脸上下什么功夫 就拿我来说吧 每天早上我都洗脸 我也洗 我也洗 我晚上还洗 洗脸跟洗脸能一样吗 洗脸不都一样吗 你用什么洗脸 我用手洗脸 你用手洗脸 也用椅子 什么东西 椅子 椅子 你哪怕说肥皂 我都能原谅你 还椅子 也说肥皂 我告诉你啊 就不能用手洗脸 拿手洗脸就不对 不用手 接喷水 把脸泡里头 这能涮干净吗 怎么没枪死你呢 这是怎么说话呢 知道我用什么洗脸吗 您用什么洗脸 就那个 什么呀 嗡 挂护刀啊 哎 怎么用挂护刀呢 那挂护刀能洗脸吗 不能啊 就那个 什么呀 圆的 上面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那个 哦 搓脚石 天哪 您还真是不拘小节呀 你拿搓脚石洗脸呀 搓脚啊 那个嘛 什么呀 截面仪 截面仪 哎 洗脸的一种工具呀 哦 它洗得干净 深度清洁去除脚气呀 嗯 哎 哎 去除脚质 咱说明白了 洗得干净 哎 洗完脸紧接着贴一张面膜 贴面膜 拍点神仙水 海澜之谜面霜 都不认识 蓝扣 哎呦 大宝 嗯 玉美镜 可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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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前头那几样我不认识 嗯 后头这两样我可知道 你再看看你 我怎么了 你长得就不对 长得还有不对的 谁脸上打着钩呢呀 长得 我告诉你啊 哎 就她的模样 怎么了 我们要怎么了 咱就这就甭鼓掌 她的模样 不整容都不行 那我怎么整 硫酸 嗯 烧我呀 现烧能成吗 废话 我也可以摸点那个玉美镜 大宝什么呢呀 玉美镜对你已经不管用了 哎 你要想好 你也得抹皮烟瓶 皮烟瓶 皮烟瓶 为什么呀 专制牛皮选 哎 我推你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我们没特点 没什么可望标签是写的了 怎么就没特点呢 确实是没特点 你说好多演员上台以后都希望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当作标签 可是我俩可能没特点就是最大的特点 那你具体说说你们俩怎么就比别人少点特点 不是说少点特点 你好多演员都有特点 你比如说我师傅高小潘他笑起来好看 笑起来 对 他往上一站他能让人记住 你亏心不亏心 我怎么没觉得他好看 他长得就好看 你就说周围老师笑起来好看 再说比如说方清平老师 他不笑还能看 一笑就看不了了 这都属于是长得有特点的 那今天来到这儿目的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们哥俩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竞赛类的节目 对对对 因为之前还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可能能力不行水平不够 沉淀的不够 对一直在沉淀一直在努力 就觉得今年差不多了 我想出来看看 看看外边这些演员是什么状态 他们是在怎么表演相声 怎么说相声 一直在剧场嘛 对 都这帮人 咱都参考一下 对 其实相声演员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有那样 非常突出的外在特点 我觉得两人作品好 大家喜欢 将来就会成为你们最大最重要的特点 谢谢两位 希望今天起了好成绩 好吗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